喔喔 檢查一下 看你有沒有開台成功 有啊 有啊 有有有 蛤 有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我在這個合成系統這邊待命了 你們又穿了可以過來 你說這裡嗎 這是哪裡 欸為什麼是這裡 不是不是這裡 不一樣 哇 欸為什麼 欸我不是這個 為什麼變成這樣 等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在幹嘛 又有新的系統是不是 太可怕了吧 好酷喔 好酷喔 是怎樣你剛剛按就變岩漿了 你怎麼被焦成焦炭了 小鬼後面有告示牌 他有寫說這邊的效果 喔新的新的效果 喔哇 那個燒酒有點會變這樣 是我太胖所以過不去嗎 好像過不去 所以可以關掉嗎 對啊 欸可以關欸 再試一次 那個是什麼 有什麼 招雷 欸我還打不到他們 喔打到了 招雷 閃速暴風 好可怕喔 閃速暴風試試看 鍍魚 好快 好快的鍍魚 超快的鍍魚是不是 可是沒有人下去 伊犬你幹嘛啦 沒有人下去 我們在看表演 哇 上面有個苦力怕爬爆 超級炸爆 冷靜冷靜 超級炸 好可怕喔 大家要多冷靜 我受不了啦 超超級超炸的 怕爆 不好玩喔 怕 來 我們今天 今天的福島創育 有一堆的菜筆八 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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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 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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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獲勝 通常可能是設定5000分 那分數獲得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呢 是你蓋一個加分島 他就會每秒獲得分數 那另一種呢是這個 主島的這裡 上面有一個核心 紅隊就是紅色的 然後藍隊的話就是藍色的 對 挖核心的話 挖一次就有500分 非常的多 你那個每秒跳分 他都只有一分一分慢慢跳 可是這個一次就500分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他上面有守護者 只要守護者在 你就會有緩絕的效果 而且他還會擊退你 所以基本上通常都要先把守護者給打倒 才有辦法挖 OK 那他特別之處呢 就是可以看到我們這 兩國中間都是 空空如也 所以呢 所有的路徑 都是由自己去蓋的 但是他不是一個方塊一個方塊去蓋 而是蓋島嶼 我們都是冒險者模式 只能夠蓋的就是這些 一大堆的島嶼可以蓋 那島嶼呢 會有分 有一些是可以限制次數的 就是他有限次數 沒辦法一直蓋 那也有呢是 可以 不斷的去買啦 就是他只要有一些鐵錠 就可以去買來蓋 反正這些 等一下完了就知道 你們可以慢慢的去享受 因為他很多島 就是你基本上蓋了就知道 像西瓜島他就有回復效果啊 然後還會有一些 可能會不小心掉到岩漿裡的島 各式各樣 他呢這個遊戲死了會噴裝 所以要小心 那裝備呢 直接都是一顆綠寶石 就會有一個鑽石裝備 就是鑽石帽子鑽石衣服 你全套就是四個鑽石 四個綠寶石啊 四個綠寶石就可以換全套鑽裝 所以還好 OK 那比較是新手關鍵的島嶼呢 主要是 像我現在腳下這個是 加分島 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是可以加分的 他也是 有次數的 不能買太多 他有限次數 一開始只能買兩個 那隨著時間經過 可以買越多 對 那重點呢 是他中間有一個 黑曜石 在上面呢 還要放上我們的小核心 才有辦法 啟動他的加分效果 所以這遊戲主要就是蓋島 那有一些特殊的島 他的效果就要放上小核心 小核心是用32個鐵就可以去換 OK 現在很多只要有黑曜石的地方都可以放小核心 像旁邊這個紅色的 這個呢就是力量島 只要在上面放上小核心的話 就在裡面 就可以直接獲得30秒的力量效果跟抗性 對 對 他很多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 要知道 就OK了 OK OK 那 另外呢 是直接比較便宜的 10塊鐵 像那些特殊的島 都是要32個鐵才有辦法放 那這邊的島 都是10塊鐵就可以去跟村民交易 像是一般的 弓箭塔 或者是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 這個 對 對這叫做巨壁福島 他是一個障礙物 你一般的島是沒辦法跳上去的 除非你有蓋那個跳躍高台 這個 中介磚的這個 才有辦法跳上那個巨壁 不然的話巨壁就是直接把對方給擋住 因為你都是平台嘛 你跳不上去 比較特別 要小心巨壁 OK 大體上就是這樣 我們先 簡單的大家都一對 玩一下下 應該就會更加了解了好不好 OK 來來來 然後 巧克力給我擦一下 不行 不是 擦一下 蛤 我這裡有被巨人都在喊你斷了 我斷了嗎 好像蠻多人說巧克力有台東西了 你擦到斷了 好 為什麼在大家那邊斷 對不起 對 大家 到處散步的 巧克力的直播斷下了 好 我重開